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靠谱的得体 因为德国的公共交通没有炸机 而且查票也并不是那么频繁 所以有人想到了逃票的这个点子 因为他们算了一笔账 如果逃票被抓的话 罚款60欧元 但一张月票 比如在杜塞尔多夫 就需要80欧元 这就意味着 如果一个月只被抓住一次 就能节省20欧元 听起来是不是很诱人 是的 但是他们忽视了一个问题 在德国乘车逃票 是要受到刑事处罚的 从技术上说 逃票是一种诈骗的行为 通过虚构事实的行为 使他人产生认识上的错误 并使他人由此做出一定行为 从而导致他财产上的损失 当一个人无票乘车的时候 他装作和其他正常购票的乘车者一样 购买了车票 即虚构了事实 公交部门以为这个人购买了车票 就基于这个错误的认识 提供了交通服务 由于提供了服务 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对价 那么就产生了财产的损失 据统计 德国的公共交通 每年因为逃票 产生两亿五千万欧元的损失 然而普通的诈骗罪 却有一个漏洞 诈骗行为只能对人 而不能对机器做出 如果没有遇到检票的人 或者司机根本不知道 逃票的人的存在 那么他根本不会去看 每一个乘客的上下车 诈骗的行为也不能成立 对于车辆和数票机 它是机器 我们也没有办法去欺骗它 针对这个漏洞 德国在1935年 刑法引入了新的265A条 即是Slechen von Leisdorf 我们姑且翻译为 通过欺诈获取服务罪 自此 通过故意不支付嫁金的方式 以获得自动售获击辅 使用公共通讯设施 乘坐交通工具 或者是参加大型活动 就会面临一年有期徒刑 或者罚金的处罚 而且技术未遂 也仍然受到处罚 根据在过去检察院的经验 处罚往往是处于 90到150天的罚金 根据收入的不同 每天的罚金是10欧元到30欧元 那就意味着 总共的罚金是900欧元到4500欧元 这笔钱足够购买一年的月票了 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是 什么情况下会受到刑事处罚 很多人都表示自己逃票被抓过 但是从来没有上过法庭 但是其实这样 这是一个幸存者偏差问题 理论上说 在第一次逃票的时候 公共交通部门就可以对逃票的人 进行追诉 把他送上法庭 但实际操作中并不会这么严格 即使公共交通部门 一直奉行对逃票的零容忍政策 但也不是总会把第一次逃票的人 就送上法庭 比如柏林 莫尼黑 汉堡 他们的做法是 原则上如果一个人在两年期间 抓到三次逃票 那么他就会一定被送上法庭 根据调查显示 在2018年的23万起 因逃票的刑事起诉中 有7000人最终过上了铁窗生涯 在首都柏林 每年几乎都有4万人 会因此受到刑事起诉 推上被告席 柏林的Plussey监狱 有时候会出现三分之一的复兴者 都是因为逃票而吃上老饭 所以我们提醒大家 三思而后行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 请不要吝啬 给我们一个赞 或者是转发给你的朋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明镜